Hello,小伙伴,我是小玲,终于到周末了,又可以跟大家在视频里面聊聊天 那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期职场穿搭 其实这个话题呢,我自己之前非常纠结,就是到底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毕竟每个行业它确实有一个不同的着装的要求 但是思考再三,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我还是很想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已经毕业工作五年了,那就是在职场穿搭这个方面呢 就是实践的还比较多 那我今天分享的呢,就确确实实是我在每天上班通勤的时候会穿到的 那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时尚 但是就以我自己对这个职场穿搭的一个体验来说呢 我觉得得体和舒适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加一点小亮点小心机 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职场穿搭了 我今天分享的职场穿搭应该会更适用于对着装要求不那么严格 但是也不会过于休闲的一些行业 那今天大家看我视频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呢 都非常欢迎在弹幕里面跟我聊一聊 你们的弹幕我真的会一条一条的看 有些真的好可爱,真的非常有才 如果你是刚毕业的小伙伴就即将要进入职场 我真的非常推荐你买这条裙子 因为它本来的设计呢,它是带了一个这样可拆卸的袖子的 我就先把它原来的这个设计穿来给大家看 然后它其实这个风格更偏活泼,更运动一些 包括它自己带的这个腰带都特别有趣 然后它的扣子呢,是像我们平时会在那种运动双肩包里面看到的 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就是它这个袖子是可拆卸的 这样就增加了很多搭配的可能性 那比如我今天就把它重新搭配为一套适合职场的一个穿搭 在里面搭配了一件更偏职业感的白衬衫 皮带呢,我也把它换成了一个皮质的皮带 这套呢,就非常适合在职场当中去穿了 那另外我想说一下这个裙子的长度 它其实是我平时在职场当中最常穿的一个裙子的长度 就是在膝盖下方一到两厘米的位置 另外呢,就是如果我自己平时想要给职场穿搭增加一点时尚感 或者是一些细节感的话 我会就是加点小的配饰 比如我今天带的这个小耳钉 它确确实实是我基本上每天通勤上班都会带的 就是它比较小巧精致 但是又不会很夸张 也能够增加我们一些搭配的精致度 另外呢,我就比较喜欢在鞋子上面去做文章 因为我特别的爱买鞋子 这可能也是一个借口吧 我比较喜欢选一些就是稍微有一些设计感比较时尚的鞋子 这样呢,就会让整体的一个搭配过于的枯燥 过于的平淡 现在春夏这个季节呢 我平时上班穿的最多的呢,就是衬衫 那相比我之前在视频里面经常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多的那种基本款衬衫呢 这一件呢,它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领结的部分呢,它是这样一个chocker 然后袖子呢,是这样一个溜尖蝙蝠袖 袖口束呢,做了一个这个收紧 那虽然说呢,它是有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设计细节 但是它整体看上去的感觉呢 还是这种知性优雅的一个风格 所以也蛮适合在职场中去穿的 包括它的颜色呢,也是这种蓝色和白色相间的 就蛮适合职场的 这件衣服呢,真的是有显瘦的这个效果 就我穿上去,大家觉得是不是没有那么胖了 搭配方面呢,因为这件衬衫本身 它已经有比较多的一个设计感了 所以下妆呢,我就选了一个非常简单 基本款的A字长裙 颜色呢,也是这种藏蓝色的 就跟这个衬衫呢,是有一个和谐的呼应 大家从镜头里面看,这件衬衫应该是不那么显白的 但我自己从镜子这里看的话 它不会显得我们的肤色暗沉 它会显得我们整个人看上去比较干净一些 而且这种香槟色的颜色在职场当中去穿的话 也会给人一种干练稳重的感觉 那这里呢,我重点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裤子 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条职场绳裤 它的版型呢,就是这样一个高腰阔腿裤的一个版型 它的长度我穿上去正好可以露出 我下半身比较细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这个脚踝 视觉上也会有一个显瘦的效果 而且它的面料呢,非常的垂坠 就是在职场搭配中去穿的话 也可以增加一些气场感 我特别要说就是它最优秀的一点呢 就是它真的特别好搭配 基本上可以跟我衣柜里80%的衬衫任意组合 我这里随意的换解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其实像这样就是利用率比较高的一个单品呢 是我在职场当中非常喜欢穿的 因为有时候工作比较忙的时候呢 真的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思考说 哎,我今天到底要穿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直接可以套上这条裤子 然后上面任意的选一件衬衫就可以出门了 真的非常的使用方便 这组从款式和搭配上面没有太多要跟大家讲的 因为就是一个基本款的衬衫 搭配了一个白色的A字长裙 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这组配色 这个衬衫呢,是那种偏灰色调的一个蓝色的 其实从镜头里面看看呢 因为我打光的原因呢 它这个显得明度会比较高一些,比较亮一些 但其实实际上面呢 它是明度没有那么高的 明度比较适中 穿上去也是不会显得我们肤色暗沉 会显得我们整个人比较干净的一个颜色 我特别喜欢就是用它来搭配一个白色的单品 这组配色非常适合 现在在春天的时候去穿 就给人一种很干净很清爽的感觉 这款衬衫的材质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类面料 就是粗酸纤维的 在实验视频里面有跟大家说过 特别它的光泽度和垂垂感都很好 光泽度大家从视频里面都可以完全的感受到 这套穿搭应该对于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公司的话 也是适用的 这套穿搭整体看上去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平淡 其实我觉得在这场当中这样简约 但是不简单的穿搭其实蛮大方 蛮有气场的 那这种穿搭要出感觉呢 其实在每件单品的选择上面还是要注意一下 对单品的材质以及它的剪裁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这件衬衫和裤子它的垂垂感质感都非常好 衬衫也是一个粗酸纤维的光泽度和垂垂感 大家从镜头里面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那如果还是觉得这一套穿搭穿上去比较显得平淡的话 可以选一双比较有设计感的鞋子 比如我今天搭配的这个异形跟的鞋子 凉鞋它本身就比较有设计感 但有些公司可能会要求不能穿陆脚趾的凉鞋 那可以再更换为这种脚趾被包裹进去的鞋子 OK那这就是我今天有关职场穿搭的分享 希望能对出入职场不知道该穿什么小伙伴 有一些帮助和参考 那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就给我一键三连点赞头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